大家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戴尔剧透英伟达B200明年发布,受益于AI服务器需求的激增 全球最大的服务器制造商之一,戴尔最新财技实现了超预期的营收 股价在过去12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一倍多 财报发布后,戴尔公司的首席运营官J.C.在新闻稿中透露 英伟达将于2025年推出再有Blackwell架构的B200产品,功耗或将达到1000瓦 C.还表示,戴尔的旗舰产品PowerEdge XE9680机架服务器 采用了英伟达GPU,是该公司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解决方案 B200功耗较H100增加了40%以上 目前,英伟达尚未透露Blackwell架构的详细信息 如果从芯片制造的角度参考散热的基本经验法则 每平方毫米芯片面积最高散热量为1瓦来看 英伟达的H100基于定制4纳米级工艺技术构建的功耗 并且考虑到芯片裸片的面积大小为814平方毫米 因此每平方毫米的功耗实际上是低于1瓦的 这就相当于B200的功耗将较H100增加40%以上 有媒体机构分析指出 H200很可能会基于另一种性能增强的工艺技术构建 比如采用3纳米级的工艺技术构建 并且考虑到芯片功耗的功率 消耗的功率以及所需的散热量B100可能会成为 该公司第一个双芯片设计生产的GPU 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来散热 据悉AMD和英特尔采用了具有多芯片设计的GPU架构 或将成为一种行业趋势 除了能耗对芯片设计提出要求外 谈及AI和高性能计算HPC应用 还需要考虑到如何平衡这些FLOPs 所需的高功率和同时释放的热能 FLOPs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是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一般用来衡量硬件的性能 对于软件开发人员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高效地使用这些FLOPs 而对于硬件开发人员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冷却产生这些FLOPs处理器 而这正是戴尔BlackWire处理器的优势所在 他表示 英伟达下一代AI及HPCGPU 将在明年的B200上实现 我们将有机会展示我们的工程技术和我们的行动速度 以及我们作为行业领导者所做的工作 将我们的专业技术用于实现夜冷的规模化性能 无论是流体化学和性能方面的工作 还是我们的互联工作 我们正在做的谣测工作 我们正在做的电源管理工作 这确实让我们做好了准备 将其大规模推向市场 以利用市场上将存在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计算能力或强度或能力 B200并未出现在英伟达去年10月份发布的技术路线图中 目前英伟达也还尚未公布B100的详细信息 不过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 即将举行的开发者大会上释出相关细节 AI终极力好的是能源吗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市场眼下对芯片的需求激增 但这之后还将面临着电力需求的激增 从行业来看 人工智能领域的蓬勃几乎重塑了 本就炙手可热的数据中心市场 有相关数据显示 10年前全球数据中心市场的耗电量为100亿瓦 而如今1000亿瓦的水平已十分常见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仅占全球数据中心规模的一小部分 但根据美国某机构的预测 到2025年 人工智能业务在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中的占比 将从2%猛增到10% 有策略师分析表示 AI技术发展利好能源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大型人工智能服务器群将需要大量能源 这正在提高一些投资者的兴趣 开始将投资范围扩大至电力油气在内的相关能源领域 核能也开始受到关注 马斯克此前也表现出对能源前景的担忧 去年年底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 美国现在有芯片短缺 一年后会出现变压器短缺 大约两年内就会出现电力短缺 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目前的变压器需求主要靠进口不足 随着向更清洁电力系统转型 电网不断扩容 对变压器的需求将激增 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到2030年 美国将面临一道难以逾越的国内供应缺口 好 我们上期节目分析到了ARKK 倒着分析的 那么继续倒着来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的QCAM 高通我们高通的周线图 本周的阳线非常的漂亮 对吧 我们说要去挖掘这节利润 那么很快 国际接下来 对吧 很快就到了最高位阻力区 大概183以代 现在是163 大家看 那么周线图在这里回踩了一下 直跌空头再次踩不下去 那么你看 恢复了多头 我们看一下日线 看这里 这儿呢 是有一个局部的小停队位 对吧 那么 接下来 这是第一次到这的时候 比如说这根横线是个小阻力区 第一次到这儿 快插 跌下来一波 第二次到这儿 快插一小波 第三次到这儿 就有点跌不动了 所以在本周晚些时候 直接就凸上去了 我们说二次上攻 这个点位 是吧 空头啊 在这儿就变得短了啊 变弱势 多头就再次反攻啊 三次上攻啊 那么上周 我们复盘的时候说 第三次上攻的话 成功概率高 你看 事后一看 确实 直接就上去了 那么移动止损呢 可以深当的往上调 呃 这个相反的力量变弱的话 那么当前的力量 顺势的力量就更强 对吧 好 还还要涨吗 是的 还要去把这个呃 你看高通 我们之前是挖掘底部震荡啊 挖掘78% 80%的空间啊 那么很快就要实现了吧 这就是啊 部分行业 你看 他是半导体行业 他摆脱底部的这个概率啊 就高 是吧 那有些图就不是啊 有些图还在底部震荡呢 这来阵区的 好 那么接下来摆脱这位置 还要继续涨吗 当然 为什么不呢 是吧 你从宏观上看 经过了啊 一波上涨之后 这是回落洗额大盘 是吧 洗额盘之后 肯定要去突破 左侧啊 历史高点的呀 突破之后再涨一劲啊 所以呢 我们说挖掘88%的空间呢 只是啊 当前的一部分啊 一小部分应该说 从历史上讲了 看也是不断的创新高的 是吧 所以有没有可能 再跌回来回撤呢 那借实着我们要做 波段化的交易啊 所以我们的趋势线 非常的关键啊 不要认为信仰长持 对所有股都是适用的 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我们刚才啊 从一个 呃 他的一个合作伙伴 或供应商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啊 这个应用级企业的角度来说 暗示了未来英伟达发展的 其中的一种方向是吧 也就是说他新的产品的方向 还是有的吧 也就是说 呃 陈呃 有一个芯片架构的一个设计升级 还有这个制冷技术啊 夜冷技术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我现在说不出来 总之呢 啊 技术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啊 那么 对吧 英伟达的需求应该暂时还是能维持在相对的垄断地位的 我们看本周的周线呢 实际上啊 也是非常漂亮的小阳线 他有阻力去吧 没有 没有阻力去怎么办 往上走 飞起来 是吧 涨到什么时候 呃 不知道呢 那么一千块钱 我估计还是有戏的 对吧 现在是822 一千块钱 我觉得有戏哈 好 我们看下日线 嗯 你看 对吧 财报前跌一下 下火下火 那么财报后我们说 要重新恢复看涨 实际上很多啊 谷里都是这么走的啊 可见啊 这英伟达的对美股的影响力啊 所以呢 大家密切关注他的一些动向 不管是好的坏的 呃 那么近期呢 你看日线图微跌 然后又恢复多头啊 应该 现在还可以做多吗 是的 还可以做多啊 如果你卖飞的话 卖卖掉了一部分的话 可以加回来啊 但是止损的你要调到 比如说810块 然后我们把移动止损 呃 调到810块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后续跌下来 我们再考虑是否减持啊 啊 总之呢 不要恐高 我觉得哈 对他来说 不要恐高 那万一跌了呢 他不没万一呢吗 是吧 他万一涨了呢 对吧 你得这么想 顺顺顺顺的力量更大 你看那个高通还没涨到顶呢 那那那英伟达 对吧 没有顶 好 我们看一下CRM的周线图 他也是非常的强势啊 非常的强势 他这个图呢 实际上和纳指是非常相像的 那本周的周线呢 也尝试创出了新的历史高点 对吧 说还要涨吗 看这个样子 还是要涨一涨啊 他随便啊 他涨到哪都行啊 反正啊 移动止损往上调 啊 比如说调到 308 随便写一个就行啊 不要特别 特别精准啊 没有那么精准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非常非常的陡峭 多头呢 可以在陡峭的范围内 再画一个陡峭的趋势线啊 必变说新的一轮洗盘又要开始啊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整体的周线 多容 是吧 你看半导体行业还没到那个高位呢 他这个走势和高通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所以后续呢 还是要补涨啊 继续涨 涨到历史高点 凸上去 对吧 对好 凸上去 再再再洗盘 好 这是 我们说挖掘这100%的空间吧 为什么他是100% 因为他三倍嘛 所以他空间 我不知道啊 他具体怎么样 反正这数就这么多 说万一跌了呢 移动值存往上调啊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科技龙头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 谁呀 阿尔姆 阿尔姆也是一个芯片龙头哦 设计龙头 只不过现在你没感受到呢啊 再过几个月你再看看 是吧 现在的市值是1500亿左右 说本周的周线是阴线吗 当然不是 本周周线是漂亮的阳线 你看收盘价比上周收盘价要高很多哈 看起来像是十字形K线 但它是一个漂亮的小阳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还得看着吗 是的啊 当前多头仍旧有可能继续上涨 测试啊 近期形成的这个164的高点 移动值存往上调 看一下日线 对吧 其实这趋势线呢有时候呢会变得越来越平缓啊 就这么回事吧 我们再看一看对吧 空头强吧 不强 空头不强往上 往上猜 是吧 我们猜方向一定要顺势猜或是胜率会高一点 特别是美股主要还是牛市为主哈 近一年多以来 这样的话 先往上猜啊 如果再出现大熊市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也是有可能啊 我们自然会 自然会判断的啊 现在没有那种顶部架构啊 所以应该先往上看 往上涨 好 博通呢 博通的周线图也是刚刚摆脱了近几周的一个横盘震荡区域啊 走起来 对吧 继续看涨 看一下日线 是吧 说这还要涨 那我们说空头反攻必须对强势 有空头没有 因为周五这天是阳线 我们说有没有空头指的是 当前啊 最近的一根k线必须的是阴线啊 或者过去几根 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 继续看涨 移动值怎么往上调 说还要涨 是的 因为大家也把高通啊 把这个博通也列为他的竞争对手了哈 所以呢 他涨也是有原因的哈 AMD呢 AMD周线图 创历史新高了吧 稍微在这横盘来四周哈 继续涨呗 对 继续往上涨 是吧 移动值怎么往上调 换下日线 涨 涨 涨